村田终于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 下一话的一拳超人预计在10月8号左右更新 看来村田前段时间压根就没再晃 只是花了一点时间搞了一个动画吗 既然村田说了10月8号左右会更新 那应该是不会有错了 希望下一话是炸裂的一话吧 趁着这个时间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一拳超人第三季的内容 一口气看完一拳超人第三季 了解恶狼的沉神之路 了解获得神明力量赛克斯的强大 怪人协会可能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 我是一 喜欢一拳超人的内容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得知一拳超人的最新消息 一拳超人第三季的剧情 是在一拳超人第二季结束之后 也就是奇遇打败蜈蚣长老 绑谷绑谱大战恶狼 但是最终凤凰男出现 救责了恶狼 把恶狼带到了怪人协会 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拳超人第三季的内容 画面来到了英雄协会 英雄协会正在讨论着 我还以为那座城市被消灭在所难免 没想到蜈蚣长老被以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攻击得粉碎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但是这也只有King能做到的绝技 King在我们这边实在是太好了 不过英雄狩猎那边 银色獠牙好像失败了 英雄协会的西奇表示 恶狼已经不是人类了 希望你们能把他当作怪人处理 如果他下次再一次出现的话 应该发出灾害等级龙级的警报 召集相应的英雄来处理 但是其他几位英雄协会的官员 似乎并不是很同意 西奇说 银色獠牙与恶狼发生接触 并没有解决掉他 我也出乎意料 毕竟他的本事我是生性不移的 不过他必定重伤了恶狼 到与怪人协会决战的时候 恶狼恐怕无法成为战力 只要往这方面想的话 此时因为官员大吼道 爆破 把爆破给我叫过来 明明身为英雄首席 却完全没有动静 除了英雄名以外 其他全部都保密 到底在搞什么 西奇说 我们是没有办法命令爆破行动的 他只会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 总之他拒绝被束缚 也不希望引人注目 所以英雄名册上 没有公开他的信息 不过当他本人真的认为 人类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也一定会出现 此时英雄协会的董事 那里金先生大吼着 说什么蠢话 现在不就是那个时候吗 我的儿子可是被怪人掳走了 从他被掳走之后 已经过了24个小时 为什么没有开始突袭 你以为我是为了什么 才给你们投了那么多的钱 一位英雄协会的官员说道 不管如何 我跟您约定 一定会救出您的儿子 我们正在加紧查明 敌方基地的位置 我能理解您焦躁的心情 但是还请您 我们成功救出您的儿子之前 耐心的等待 这位说话的 正是负责这次救出作战的总指挥 泽金格尔 方面一转 泽金格尔正在部署 只见三位S级英雄 龙卷 黑金 猪神 龙卷说道 怪人们真是用了一些卑鄙的手段 不过若不是这样做 他们就没有办法跟我们抗衡 毕竟怪人都惧怕我们呢 泽金格尔说道 话还没说完 龙卷就打断说 知道了知道了 我已经厌烦了 你们对敌人的夸大之词了 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说这些吗 泽金格尔沉默了一会儿 只见泽金格尔的右眼 投影出了驱动骑士 其实 昨天驱动骑士无视了我们的劝告 单枪匹马地冲进了幽灵都市去调查 想必他一个人去 对自己的实力也有着绝对的自信 不过就在昨天晚上 他装备的发信器所发出的信号 突然中断了 驱动骑士被干掉了 这是我们所推断出的最坏的情况 龙卷说 不管如何 麻烦尽快召集队员 剩下还有谁 泽金格尔说道 怪人协会给了我们三天的时间 现在还早 其他英雄们解决各自的事情后 都会赶过来 同帝也在加紧的操作 同帝派遣了大量的探查机器人 沿着无公长老所挖掘的地道 进行了搜索 不过范围有点大 需要点时间 原子武士跟他的弟子们 也来到了英雄协会 黑金让他们继续等待 小孩子被怪人协会他们抓去了 查了深山跟大型空洞 没有找到怪人协会的基地 所以现在情况不是很了解 黑金告诉了原子武士跟他的弟子们 怪人协会的基地 在幽灵都市贼市 正面对决之前 可以各自去休息 这时候 A级第一的甜心甲面也来了 看到了原子武士的三位弟子 这三位弟子的排名 分别是A级的第二 第三 第四 甜心甲面说道 我听说突袭队伍 可是由精锐所组成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 好像有一些不相衬的人 也在这里 我们可不是去郊游 要带上愉快的小伙伴的话 还是请你自重 原子武士 杂鱼就要以杂鱼为对手 你明白我意思吧 若是被秒杀还好 如果被怪人抓起来 当做人质或者肉盾的话 就麻烦了 会增加很多的工作 万一真的出现这种情况 能不能请你下命令 让他们切副呢 原子武士说 喂帅哥 甜心甲面 你也要去嘛 那当然 那些怪人竟敢在我的演唱会上捣乱 原子武士笑着说道 我的弟子可是很强的哦 我会好好吩咐他们在偶像少爷遇到危险的时候 保护好他 你就放心吧 甜心甲面说 遇到危险 没想到还有人会质疑我的战斗力 我是为了更加方便监督你们英雄才待在A级 只要我想 随时都能升到S级 对了 对于低嫩儿来说 要说的更加的简单易懂 就是 我比你还要强 原子武士很是愤怒 想要跟甜心甲面动手 徒弟阻止了他 性感囚犯从监狱的正门走了回来 警员正在跟性感囚犯说道 仅仅一名猫行怪人 就将一部分犯人变成怪人后带走 前去迎战的警员死伤惨烈 你在外面被称为英雄是吧 拜托了 犯人们的boss 请替我们报仇 性感囚犯露出非常帅气的背影说道 交给我吧 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竟敢擅自截人 我一定要好好让他们尝尝这份回礼 这时候 一位壮汉囚犯 给性感囚犯送上了新知的毛衣 瞬间 让性感囚犯充满了勇气 童帝正在努力地查找敌方的基地 还有两天 童帝有先赶不上了 童帝说道 金属骑士 我知道你在 我感觉我现在完全是在浪费劳力 你应该完全掌握了基地的位置 快点告诉我 你打算对着人质见死不救吗 金属骑士说 若不告诉你 就是对人质见死不救 若告诉你 不仅是人质 连你们都会死 我基于正义 进行合理的思考和选择 童帝大声地说道 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你也参加作战呢 有什么东西让你怕成这样 金属骑士的机体 现在究竟怎么样了 要是被破坏的话 究竟被什么样子的怪人破坏 又是被什么样子的方法破坏 画面上出现的 正是支离破碎的金属骑士的机体 怪人王 大蛇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恐怕操作触手一般的触角 仅仅一击就贯穿了手臂防御的整个身体 连自爆装置也在一瞬间停止了工作 金属骑士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害怕的不是怪人协会 而是其他的恶正在对这个世界虎视眈眈 待人类日渐削弱的时候 他们就会大举进攻 你也要多加小心 不要相信你身边的人 维持正义的话 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 积蓄并温存力量吧 同弟 同弟听完金属骑士说的话 又浪费时间了 必须赶快找到基地的位置 画面来到美丽动人 身材被棒的吹雪 吹雪组被全灭了 大半都是姐姐的错 吹雪想着 有必要把这里作为吹雪组的支部展开会议 这里就是奇遇家 吹雪摁下蒙铃 开门的正是邦普 邦普客气地招待吹雪进屋 吹雪进屋映入眼帘的 正在养伤的S级银色獠牙 S级杰诺斯修灵剑 S级King跟B级奇遇正在打游戏 吹雪冷汗直冒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奇遇一直在跟King玩游戏 终于注意到了吹雪 吹雪大声地说道 吹雪组被人干掉了 这次的怪人组织相当的危险 现在不是玩游戏的时候 我说你知道现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奇遇表示 不要叫那么大声 我们也才从外面回来 休息没多久 吹雪很是疑惑 King在也就算了 为什么银色獠牙也在奇遇的家中 邦古邦普表示 因为大闹了一场 受伤了 现在在奇遇军家休息 吹雪意识到战况很机灵 杰诺斯跟银色獠牙都受伤了 为什么这个男人跟平时一样呢 吹雪大声地说道 敌人一定非常强大吧 怪人协会那些家伙可不简单 我说奇遇 你表面装作很平静的样子 其实内心已经慌得不行了吧 奇遇表示 没有啊 感觉跟平时一样 吹雪拿出了一张桌子 现在我们大家开一个作战会议 奇遇很是疑惑 这家伙是来干嘛的 吹雪说 杰诺斯 你是S级英雄 有没有收到协会干部发来的作战情报 杰诺斯请示老师 看到老师同意才说 杰诺斯的通信机 在战斗时融化了 银色獠牙的掉到地底下面了 King注意到通信机的时候已经坏了 恐怕是被奇遇的冲击波影响了 吹雪说道 怎么办 跟怪人协会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杰诺斯表示要修理自己 库塞诺博士昨天刚给自己通宵改造 还没过半天就坏了 博士一定在休息 今天没有办法战斗 邦古邦普表示 还要静养 吹雪对着毫发无伤的King说 你呢 King坚定地说 我应该还有其他事 那现在能行动的只有我跟奇遇吗 我认为英雄协会本部 特别对策小组 应该有自己的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B级以下英雄的行动 应该会影响到我们的贫瘠 我们应该想办法活跃一下 这次的敌人 本来是我心我素的怪人 稀奇地相互联手 但是我认为 这并不是自发形成的 而是被某个boss指挥 奇遇一脸蒙圈 邦谷眼神凝重地说道 恶狼要是加入他们的集团 就更加的棘手了 邦普表示 看样子已经没有机会 再碰到单独的恶狼了 而且怪人协会那边 还有像是蜈蚣长老等级的怪物 我劝你还是别当英雄了 邦谷 听说 奇遇 英雄狩猎好像刚才就在附近 我们刚刚去的现场 不过好像晚了 先没有碰到 回来的路上 听说他又狩猎了一堆英雄 奇遇很是恼火 不可原谅 而且不来狩猎 我更加不可原谅 就因为我是秃头披风侠 说完 奇遇准备出门找恶狼 要找到恶狼这个混蛋 狠狠地揍他一顿 顺便去买个菜 吹雪很是无语 明明是我主持的会议 我却像个局外人一样 想要将奇遇他们纳入吹雪组 还有很长的路 画面来到了那里金这边 那里金非常的愤怒 英雄协会真是派不上用场 你们给我听好了 我的儿子可是无时无刻 不再担惊受怕 等待救援 你们要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贼式的废墟 找出怪人协会的基地 救出我的儿子瓦钢麻 你们所穿戴的战斗服 是经过了特殊渠道 入手的秘密武器 穿上它就拥有了 职业英雄的战斗力 你们要充分运用战斗力的威力 把遇到的怪人全部消灭掉 这些人正是那里金的私人部队 一共7位 画面来到了恶狼 恶狼已经在怪人协会 刚刚醒过来 但是恶狼并不知道这是哪里 恶狼醒了以后 发现桌子上有一封信 信上写着 欢迎来到怪人协会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 说明你的性命没有大碍 不过还请你自觉 是谁救了你的命 稍安勿躁 在这个房间好好休养 现在的你就算出去 也只会变成英雄们的攻击对象 安身之所对你来说必不可少 我们为你准备了衣服 穿上它吧 恶狼看完了信 直接把它丢了 但是恶狼还是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非常的疼痛 手脚迟钝剧烈的头痛 看来需要食物和阴阳的补充 恶狼穿上衣服 一脚踢开监狱的大门就准备出去 恶狼沿着墙壁走着 突然听到有人喊救命 这些人正是纳里金的私人部队 纳里金的私人部队跪在地上求原谅 大雄眼说道 就算你们这么说 我们这边可是有两个怪人被干掉了 可不能让你们就这么回去 部队的一位成员说道 都怪那个家伙 可恶 要是没有出现那个奇怪的七七人 我们就能逃回地面上了 大雄眼看着七七人说道 看来宣传还是有效果的 谢谢你的见面里 来了一位如此优秀的志愿者入会 真是令人高兴 这名新人叫做机神吉武 灾害等级鬼 由协助怪人协会的组织派遣而来 大雄眼有些疑惑 组织 你们是如何找到我们的基地的 我能跟你们的制造者聊几句吗 吉武沉默不语 大雄眼说道 算了 欢迎加入 下次有机会再聊 大雄眼早就发现了恶狼 藏起来也没有用 再稍微等一下 恶狼军 声音直接传入了恶狼的脑袋 大雄眼让怪人吃了这些部队 只见数只怪人冲了上去 一位叫做切割王的怪人 灾害等级鬼 杀了许多的怪人 我是最先的 我差不多到极限了 快要抑制不住冲动了 我想听听人类的悲悯 我的脑子里都是充斥着这种欲望 能让我用这些人开心开心 在决战之日前 我会好好忍耐的 说完 切割王的刀 已经在部队成员的脸上切割起来 在一旁的恶狼有些惊讶 怪人都是这种了不得的人物 究竟如何统帅这群家伙 在一旁的集武对着切割王说 这些家伙所穿的战斗服 有非常高的战斗性能 有利用价值 他们的服装是为他们定制的 所以怪人无法使用 大雄眼说道 也就是说 他们作为棋子而用 更好 切割王还是执意要杀死他们 被奴S阻止 把他们给我吧 我会调教好的 大雄眼同意了 把这些人给了奴S 奴S戍边麾下 这些部队的人 都成为听从奴S的奴隶 切割王注意到了 还有人类的存在 二郎从角落里走出来 顿时 怪人协会的怪人 引发了各种的讨论 他就是英雄狩猎者 特殊待遇 为什么大雄眼会看上这种人 人类 怪人 他那种状况 已经跟死没有什么两样了 要不要吃掉他 二郎看着背后的大蛇 有一丝紧张 这后面的大块头是什么 你想让我干什么 大雄眼说道 怪人协会现在总共不到500人 虽然人数上 跟英雄协会的职业英雄差不多 但是经过前几天的战斗 灾害等级 一级的怪人只剩下了不到30名 即使这样 我们也有着稳超胜券的把握 不过就如你所见 我们缺少团结力 以及一位领头人物 我想让二郎君你 来当干部 作为我的辅佐 在旁边一位黑不溜秋的怪人说道 一上来就当干部嘛 真好啊 大雄眼解释道 像他这种有着反英雄思想的强者 仅凭自己一人四处活跃 就算陷入绝境 也要跟S级英雄 拼个鱼死网破的气感 真是太棒了 只不过我们的boss大蛇大人提出了一个条件 我们还无法确定你究竟是否是真的怪人 我们需要你自己去证明 大蛇发话了 给你一天 不管是哪个英雄 带他的头回来见我 二郎表示 杀英雄的话 我在上午那场战斗 凤凰难说道 一个非常遗憾的消息 银色獠牙他们还活着 蜈蚣长老被打败了 当初邀请索尼克加入怪人的疾风跟夜火 正在讨论着 就是因为豪杰跟蜈蚣长老被打败了 让大蛇眼出乎意料 这就是想把英雄狩猎推上主要战力的原因吧 明明我们比他强大多了 不知道大蛇眼在想什么 不过我们对当干部也没有什么兴趣 击败英雄协会的闪光就可以了 索尼克怎么样了 没有来怪人协会 是没能适应怪人细胞吗 恶狼已经出去了 大蛇眼拜托虫神 灾害等级鬼 还有切割王 盯好他 此时大街上已经有很多人举着旗帜 大呼英雄协会已经没用了 现在应该取悦怪人大人 人类没有胜算 打算定期给怪人大人献上活祭品 正当这群人打算抓一个活祭品的时候 恶狼出现阻止 竟然想靠着活祭之主让自己苟延残喘 你们也太小看怪人协会了 恶狼想着 是因为怪人协会的影响吗 没想到人类社会如此脆弱 让人扫兴 变成现在这种状况 被称为最强怪人的我登场的时候 会不会震撼力不够呢 电视正在报道着 已经出现了宣扬人类历史终结的集团 多地发生了强打杂的现象 现在警察跟英雄正在协力巡逻 恶狼想着 就是因为怪人协会做了一些半吊子的事情 现在才会导致一些徒有气势的人不断出现 恶狼看见有人打架 上前阻止 我跟怪人协会不一样 我要展现出的是那些人渣 都不敢出声的真正的恐怖 恶狼进入一家饭店 恶狼点了许多的肉跟水补充能量 只见数块牛排吃下 恶狼的伤势飞快地恢复 画面一转 奇遇也吃饱了 但是钱包却没了 但当奇遇一筹莫展的时候 吹雪来了 吹雪说道 你再找英雄狩猎吧 我可以给你帮个忙 作为代价 成功之后要给我七成的功劳 突然警卫大吼 有人吃霸王餐 奇遇非常的惊恶 我还没有逃跑呢 奇遇意识到吃霸王餐的正是别人 奇遇立刻上去追了 结账就拜托吹雪了 吹雪冷汗直冒 这么小气 吃霸王餐的正是恶狼 大熊眼给出的条件 就是带回一个英雄的手机 就能在怪人协会的庇护下 现在的你 还是在怪人协会的庇护下养伤比较好 恶狼想着 一个手机 我怎么可能听那家伙搞笑一样的指示 再说 杀掉一个英雄就能被承认是怪人 这是什么道理 恶狼看到了鼻涕熊被欺负了 同伴嘲笑着丢着石头 为什么你会没事 你也是怪人吗 恶狼大吼 给我住手 其他人被吓跑了 一天能碰到你两次 真是稀奇 恶狼对战八位英雄 仅仅发生在上午 听到鼻涕熊叫恶狼大叔 恶狼很是愤怒 我才是18岁 别叫我大叔 赶紧回家去吧 天要黑了 怪人随时可能会出现 鼻涕熊道歉的说道 对不起大叔 早上我就那样跑了 我全部看到了 英雄们打算制退大叔 但是一定搞错了 因为大叔保护了我 刚才你也救了我 你一定是正义的伙伴 恶狼捂住了鼻涕熊的嘴 非常愤怒的说道 给我住嘴 奇遇出现 吃霸王餐的 你这混蛋 竟然敢吃霸王餐 你逃的真是时候 这次就原谅你了 下次注意一点 恶狼很是奇怪 你不是来制退我的吗 还是说害怕了 你的英雄名叫什么 奇遇说道 秃头披风侠 恶狼不知道有这号人物 英雄名册上也没有 是英雄我就要狩猎 不管是杂鱼还是什么 鼻涕熊拉着恶狼说道 他都放你一马了 你还是不要再去找他麻烦比较好 恶狼愤怒的说道 开什么玩笑 不只是怪人协会 这种杂鱼英雄跟小鬼都来同情我 知道邦谷这个老头活下来的消息 我竟然松了一口气 先不管怪人的定义是什么 我欠缺了决定性的觉悟 这点是无庸置疑的 虽然不想听从怪人协会的指示 但是我还是要取得英雄的手机 不要小看我 我可是怪人 恶狼走到奇遇的背后 抓住奇遇的肩膀 我现在就要把你 话还没说完 奇遇头也没回 一拳直接把恶狼打飞 抱歉 因为我也是共犯 不要和我有太多的瓜葛 恶狼晕了很久 醒来很是惊恶 我输了 他是什么样子的英雄 正当恶狼问鼻涕熊的时候 切割王出现了 说道 看来恶狼军跟我们不太一样 虫王也在一旁 鼻涕熊直冒冷汗 这就是名册上所记载的 杀人鲁马 连孩子也不放过的切割王 切割王 虫王缓缓地向着恶狼走过去 恶狼挡在鼻涕熊的面前 大战一触即发 切割王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 说道 我们收到大胸眼的命令 来监视恶狼军 来看看你是否能成为我们的伙伴 英雄狩猎 你是沉浸于我是怪人的演技中 不可自拔的一个变态人类 还是怪人呢 恶狼表示 装腔做事 尽给我胡说八道 我正好对你们这些温吞的做法 感到失望 切割王说道 那么 就把这个孩子杀了给我们看看吧 所谓怪人 就是要舍弃为人 是被世人所抛弃的存在 恶狼 我们亲眼看见你救了那个孩子 这样是不行的 必须要杀了他 若想成为怪人协会的一员 为了获得我们的信用而付出努力 是不可缺少的 你还没有抛弃你自己身为人类的身份 我们不需要一个半吊子的家伙 而且你刚刚还输给了一个英雄 难道说 是你大意了 不过就你这样 是否能成为我们的战力呢 恶狼对着鼻气熊说 刚刚我就说了 小鬼就早点回家 但是鼻气熊颤抖的脚已经站不起来了 恶狼大叫着 混账东西 不要因为站不起来就想着谁会来帮你 谁都不会来帮你 恶狼丢掉了鼻气熊手中的名册 自己就要自己来保护 正是在这种时候 唯有让自己变强才行啊 站起来 鼻气熊 鼻气熊笑的站起来了 切割王迅速向着鼻气熊攻去 刀被恶狼挡下 恶狼一脚重重的踢在了切割王的腹部 切割王被踢飞 但是并没有受伤 切割王的手臂是两把巨大的刀刃 恶狼挡在鼻气熊的前面 让鼻气熊快跑 虫王说道 嘴上说着英雄狩猎 结果却一个人都没杀死 不出我所料 是一个软弱的家伙 恶狼摆出架势 迎战虫王 切割王 画面一转 凤凰男来到了大熊眼休息的地方 想请教大熊眼一个问题 为什么派切割王跟虫王去呢 若只是单单观察的话 不派他们两个武斗派去不是更好吗 大熊眼表示 因为他们相信意外的好吧 说不定他们就会一起相投的 手把手教他杀英雄的方法呢 凤凰男愤怒的说 别说蠢话了 那两个家伙没有理由会遵守命令 他们一定会趁着势头杀了恶狼 特别是切割王 就连我们这边的怪人 都不敢靠近他三分 大熊眼说 没错 就是要让切割王跟他接触 通过给予他刺激 让他成长 这是给犹豫不定的他的试炼 首先要更加的给他身心予予痛苦 苦惜心智 劳惜筋骨 我很期待亲身体验怪人的恶狼军 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凤凰男很是不解 你到底打算利用恶狼做什么 大熊眼说道 凤凰男 你认为大蛇大人 是从何诞生的怪人 大蛇大人原本和恶狼一样 只是一个人类而已 他是伴随着无数失败 跟众多的牺牲 才完成的终极生物 怪人王这个称呼 对他真是再适合不过了 大蛇大人 是我创造的 凤凰男惊恶 什么 那是你创造的 大熊眼继续说 要是好好培养恶狼军的话 或许能诞生第二个大蛇大人 那个秘诀 只有我才知道 我已经吩咐虫王 在切割王做过头的时候 制止一下 恶狼军就是这样死掉的话 也不过如此 我会继续等待下一个素材的出现 S级英雄江世南 一直在跟踪的武装大猩猩 江世南称 终于找到你们了 我所常年追行 跟我姻缘不断的家伙 企图将人类驱逐 并重新改写的邪恶组织 吸巴巴巴婆婆预言的地球要惨了 还有打着怪人协会的旗号作乱 这一切的元凶 不会错的 今天就是你们的末日 净化之家 江世南冲进他认为净化之家的据点 江世南拥有不死之身 原本是实验体样本66号 武装大猩猩现在开了一家章鱼烧店 还以为是客人来了 准备做章鱼烧 发现是英雄协会的英雄以后说道 你是来打倒净化之家的英雄吗 很抱歉 净化之家已经被打倒了 江世南一脸不敢相信 基诺斯博士准备了上好的茶 招待江世南 没想到S级英雄 曾经是净化之家的实验体 说到样本66号我也有印象 作为不死身系列 唯一一个成功的案例 却破坏了研究所出逃了 没想到作为英雄前来 你也改变了你自己呢 江世南还是想要杀死基诺斯博士 但是基诺斯博士并没有反抗 江世南问道 为什么净化之家消失了 只要你这家伙还活着 不管几次 你都会再次重建 为什么放弃了 回答我 基诺斯博士说 因为我亲眼见到了 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比起物种的人工净化 更加强大的力量 我的研究 输了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他突破了自身的限制器 不管付出多少努力 生物的成长都存在一个极限 太过强大的力量 会对所有者增加负担 会产生不适应的情况 就像是失去理智的怪人那样 发生暴乱 画面一转 恶狼一拳打在了虫王的身上 自己的手却出血了 切割王束刀砍过来 恶狼不断地躲避 躲避的时候 虫王从后方攻击 恶狼流水盈碎拳 一拳打退虫王 但是下一秒 虫王的体型变得非常的巨大 重重的一拳 打在了恶狼的头顶上 恶狼双手护头 地面裂开 恶狼还是被打飞 恶狼被打飞到了电线上 恶狼承受住了电流的攻击 利用电线反弹了回去 面对冲过来的切割王 虫王展开攻击 基诺斯博士还在讲述着 各个生物都只会在不失去 本物种生存意识 和理性的范围内成长 这就是神所设计的 这个成长限制的构造 是被称为限制器 但是他却硬是逼着自己 超越自身的极限 成功突破了自己的限制器 江世南说 那个突破限制器的男人 能改变你这个死顽固 让你积累下来的理论 完全白费吗 你是说存在没有任何代价 就能获得如此强大力量的人吗 基诺斯博士说 不 他付出了代价 他获得强大力量的同时 他也凸了 因为那份强大带来的 压倒性的疏远感 一击就打败了 研究史上最强的战士之后 他的表情 无言地诉说着 无聊 江世南有先扫兴 身为我的创造者 竟然落得如此小人物的下场 基诺斯 我就认识好几个 可以说是无视能力限制的怪物 没有成为怪人 却拥有怪人至上的力量 世间称之为 英雄 基诺斯表示 恐怕跟你想象的 完全不是一个次元 基诺斯的手颤抖着 人类变成怪人的情况 一种是不良嗜好偏重 或者是某种压力导致 延展出的变身愿望 第二种就像是我研究所 用化学的力量 制造出的怪人 而人类以外的生物 因为环境污染等等诱因 变成怪人的生物 也不少见 这些情况都是变成了其他的生物 限制器并没有被破坏 以前袭击杰式的海人族 还有出现在A式的宇宙人 也被称之为怪人 但是他们天生就是这样的生物 属于持有理性的人类的天敌 而能与其对峙战斗的 拥有强大力量的英雄 就是生来就具有巨大潜能资质 通过努力与才能的锻炼 获得力量的人 还有经过身体改造的七七人 像你这样通过人体实验 获得特殊能力的人 其中还有像我这样天生就是超天才 或者就是天生异能的人 但是他不一样 平凡的出生 平凡的生活 没有任何资质的普通人 仅仅靠努力 就打开了界限之门 突破了限制器 突破限制器实现自我进化之人 说起那打破常识的强大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会笑出来 我的野心竟然是如此的可笑 或许你也有一天会遇到他 他好像也在英雄协会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蒋石南表现得很是无语 为什么开的是章鱼烧的店 基诺斯说 在做克隆实验的时候 成功发现了可以无限复制的章鱼脚 基诺斯从头到尾说 突破限制器的人 正是其遇 另一篇 恶狼跟虫王切割王的战斗 已经白热化 恶狼想着 能赢这些家伙 跟老头比起来算不了什么 切割王跟虫王显得也有些吃力 没想到区区人类 竟然如此能干 还是二对一的情况下 接下来要使用真本事将他干掉了 恶狼说道 要继续我也无所谓 不过我已经看穿了你们的动作了 说着 恶狼直接从嘴里吐出了一颗牙齿 你们已经打不中我了 就在这个时候 李提熊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独尼水母抓住了 独尼水母表示 我跟这家伙有些私人恩怨 独尼水母是恶狼跟金属球棒战斗过后 准备偷袭金属球棒的妹妹 被恶狼阻止 恶狼大叫着 你这混蛋 那个小鬼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在恶狼失神的瞬间 切割王虫王联合攻击 恶狼被打得鲜血直吐 紧接着 切割王不断地砍着 被虫王阻止 有吩咐过不要杀他的指示 切割王表示 就算你这么说 他也已经死了 切割王虫王独尼水母带走了比提熊 只留下躺在地上鲜血直流的恶狼 画面来到了贼市 整个城市基本都没有灯光 但是唯有一处有亮光 这一处这是奇遇的家中 King 杰诺斯 邦古 邦普都在奇遇的家中 邦古说 奇遇说去找恶狼就跑出去了 那么蒙头乱找不可能找得到吧 杰诺斯表示 老师的意志坚定 可能在找到怪人协会据点 并把它消灭之前是不会回来的 King 则是担心奇遇会遭遇怪人协会的陷阱 正当大家议论的时候 奇遇回来了 奇遇表示 伤脑筋碰到了不得了的事情了 什么 难道说碰到恶狼了 难道跟怪人协会有关 难道你身上剑上的血是 大家猜测着 看着一直消沉的奇遇 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到底被谁做了什么 下了那么大的决心的奇遇居然如此失落 奇遇躲在角落说道 我不知道我的钱包去哪里了 里面有六千日元 可恶 那个吃霸王餐的 我去追那个家伙的时候 我特意去买了白菜 放在了那家餐厅 忘记拿了 杰诺斯表示我去拿 被邦谷阻止 你那个身体是不行的 谈话间 吹雪来了 你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奇遇 吹雪把奇遇买的白菜带了回来 吹雪愤怒的说道 强制让我给你请客 你还好意思逃走了 给我好好的道歉 而且我话还没说完 你就跑了 杰诺斯看着争吵的吹雪跟奇遇 他应该明白 他在实力上应该跟老师没得比 他到底有什么企图 难道这人也想被收为弟子吗 如果让老师变得更辛苦 那就麻烦了 这件事情我一定要阻止 正当杰诺斯思考的时候 杰诺斯感受到有一个高速的反应 正在接近奇遇的家 我受伤了 邦谷邦普也受伤了 对手要是轨迹以上 吹雪根本就打不过 奇遇老师因为丢失了钱包 现在精神也受伤了 杰诺斯对着King说 现在能战斗的只有你一个人了 有敌人正在接近 King 你去战斗吧 杰诺斯把King推出了门外 让他去战斗 King直接把人带了回来 只见是一个机器人摘下头套 此人正是库塞诺博士 库塞诺说 我是来看你的 杰诺斯 明明才把你刚修好 又收到了求救信号 我就觉得不要每次都让无人机把你接回去 偶尔也需要我直接到现场 确认你的情况 库塞诺博士看着杰诺斯伤成这样 有些惊讶 基本性能跟火力都加强了不少 把你破坏成这样的敌人 到哪里去了 杰诺斯说 跟往常一样 被齐语老师打倒了 库塞诺博士有些惊恶 你就是杰诺斯的师父吗 齐语君 我总想见你一面 我是库塞诺博士 原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机械工学者 因为某些原因 现在辅助杰诺斯的正义活动 杰诺斯竟然有着这么优秀的师父 真是让我感慨万分 库塞诺不断地说着 齐语很是烦躁 有人来接你真是太好了杰诺斯 因为房间太小了 就解散了吧 回见了库塞诺 库塞诺说道 别这么说 我就觉得这里恐怕就是齐语君的家了 我带了点见面礼过来 如果你能喜欢真是太好了 这是很难入手的究极高级牛肉 至高的礼品套装 我听杰诺斯说 齐语君总是对超市减价的牛肉 很是在意 这是作为平时杰诺斯受你照顾的谢礼 你会收下吗 齐语看着礼物说 库塞诺 不 库塞诺博士 看来我们作为杰诺斯的守护者 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互相交流 请务必到我家来玩 吹雪在一旁 太好对付了 让我对劝诱想着太复杂感到羞耻 齐语接过牛肉 准备把这些牛肉放进火锅里 齐语说 你们这几个家伙不是要等着吃吧 你们这些毫不相干的家伙就各回各家吧 King 跟老头子也是 都走吧 画面一转来到了鼻涕熊 鼻涕熊被切割王等人带到了大窘眼的面前 切割王说道 我已经告诉二郎君了 审核结果不通过 或者说我根据当时的情况 直接把他干掉了 他那个人真是的 这边还在跟他说着话 就突然袭击了过来 真是很过分 对吧重神 重神沉默不语 大窘眼看穿了 你只会说无聊的谎话吗 告诉我实际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重神说 嘴上说的自己是怪人 实际上是个还有半只鸟 踏在人类那边 根据不同的情况 随时可能会出现被派的不稳定的家伙 大概就是这样吧 所以 怎样 我们根据自己的判断把他处分了 你有什么意见吗 大窘眼说 我没有意见 你们能去我很高兴 重神跟切割王你们都伤得不轻 他很强吗 切割王说 那具紧致的身体里面有着超乎想象的力量 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和他打了之后 我明白了你特意让我们两个组队去的意义 等等 也就是说 你已经想到了会变成相互残杀的事态了吗 什么吗 大窘眼 你还真坏呀 大窘眼严肃的说 他真的死了吗 切割王说 我并没有确认 不过应该是死了吧 虫王阻止的太慢了 虫王看见切割王甩锅 立马的说道 你从一开始不就一心想要杀了他吗 大窘眼很是疑惑 这小孩是怎么回事 切割王说 因为被他看到了 所以带回来了 别那么生气 我是为了之后能慢慢跟他玩 才带他回来的 如果不偶尔发泄一下的话 我可能会再次因为冲动 把这里的某个人给切了 大窘眼有些愤怒的说道 我们可没有时间完了 沿着蜈蚣长老行进的路线 带有发信息的探查机器人 已经到了基地周边了 不用一天的时间 英雄协会大概就能锁定地址了 让我们久等了的S级英雄 就会被送进来 多亏了前几天的宣传 现在还有野生的怪人 在陆地上聚集 基本上是能够轻松取得胜利的氛围了 但是S级英雄非常的棘手 豪杰跟蜈蚣长老都被打败了 我们不知道 英雄协会藏着什么样的杀手锏 你们各自去做好战斗的准备 画面一转 穗西角力士正在打拳 看到那些怪人正在讨论着 就算我们根据能力的运用方法 也能战胜高级别的英雄 很是恼火 你们这是在害怕区区人类的对手吗 像本大爷这样强大的怪人 只需要通过正面的碰胀 去打败敌人 穗西角力士直接把沙袋给打烂了 凤凰男正在思考着 大蛇的培养方法 如果那是真的 那我应该也是可以的 成为怪人王 凤凰男 奴S则是在训练他的奴隶 几分跟夜火正在对战练习 他们的目标从始至终 都是闪光的弗莱士 猫型的怪人 此时从监狱出来的犯人 都已经变成了怪人 都嚷嚷着 要亲手杀掉性感囚犯 怪人协会强大的怪人 多如牛毛 恐怖如斯 切割王带着笔记熊去牢房 在去的路上遇见了姬武 姬武手中拿的 正是金属骑士的头 姬武表示 这是我的个人兴趣 我想把它分解之后 在详细的调查 因为这是贵重的样品 切割王把笔记熊 带到了瓦钢麻的牢房 笔记熊跟瓦钢麻 被关在了一个牢房 瓦钢麻还是显得非常的傲慢 问笔记熊要了糖豆 还嫌少 瓦钢麻说 怪人也是脑子不好 竟然把我绑架了 我的爸爸可是英雄协会的大人物 不管爸爸说什么 大家都会听从的 把我绑架英雄协会 是不会不管的 职业英雄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到时候顺带把你也一起救了 只要我去拜托英雄 他们应该会听我的 不过当然 还是优先要救我 笔记熊说道 求求你 把我一起救走吧 瓦钢麻表示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部下 下次他们拿食物来 你就要全部给我 你有意见吗 你想得救 对吧 此时独尼水母 就在监狱外面 叫嚣道 还指望有人来救你们 你们不知道怪人协会 是为了什么成立的 我们是为了把那些 爱吃的家伙全部杀掉 才聚集在一起的 我们一开始就知道 SG英雄 是无比强大的 我可是全部都知道 才这么说的 英雄们全部都会被杀死 我们可是有着 比SG英雄 更不得了的家伙 特别是灾害等级 龙的干部们 龙级的怪人 整整有七八位之多 那是人类不可战胜的 就算是King 也会死 笔记熊跟瓦钢麻 听到了这些冷汗直冒 画面来到了二郎 时间已经到了晚上 二郎还是倒在了血泊中 二郎回忆着 被切割王虫王 暴打的画面 笔记熊被 独泥水母如走的画面 突然睁开了眼睛 我怎么睡着了 好疼 我是怎么变成这样来着 二郎艰难的站起来 我输给怪人了吗 可我依旧还活着 我的身体到底 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那个小鬼呢 被放走了 还是说 怎么样都无所谓了 总之先止血吧 已经止住了吗 那么接下来 二郎眼神坚定 消失在了原地 同地正在收查 怪人协会的基地 泽金格尔催促同地 泽金格尔是这次事件的负责人 同地表示 S级都到齐了吗 泽金格尔说 背心尊者跟金属球棒 正在住院 驱动骑士下落不明 警犬瞎跟金属骑士 拒绝参加 江湿南正在赶往这边 目前还没有联系上的是 银色獠牙 King 魔鬼改造人 我打算把这三个人 也加入到队伍当中 因为我觉得 这次的战斗 果然还是S级最可靠 同地表示 魔鬼改造人是住在Z室吧 怪人协会也在Z室 这次敌对组织 有很多的情报 都是未知的部分 怪人的数量跟级别也不知道 如果我们有内奸的话 我们突入的时间跟路线 很有可能被泄露 而且杰诺斯是新加入的 还没有足够的成绩让我信任 这时候 同地想起了金属骑士 提醒了那句话 不要相信身边的人 同地提出 包括共享情报在内 这次的作战 应该把它完全排除在外 泽金格尔思考了一会儿 好吧 就把魔鬼改造人 从队员后补里面剔除吧 同地表示 银色獠牙放走恶狼的事情 我也觉得不对 我能想到的 只有他因为对原弟子的爱护吧 泽金格尔说道 恶狼已经确认加入怪人协会了 对怪人有同情心很是致命 银色獠牙也要被剔除 同地说 基地应该很快就找到了 你去跟大家说一声 当英雄协会的西奇 得知泽金格尔 把银色獠牙 跟魔鬼改造人剔除 非常的震惊 泽金格尔表示 会从A到C级里面挑选出一些合适的人选 作为填补 虽然战斗上会有所欠缺 但是也比没有好吧 如果能为S级做出一点辅助 就很不错了 西奇很是愤怒地说道 那种弃子似的对待 他们有可能会丧命啊 泽金格尔严肃地说 我没有想过突入的成员能完好无损地回来 那种事情 他们也在选择职业英雄作为工作的时候 就已经做好觉悟了吧 这个作战可是关系到人质的性命 牺牲是无可避免的 西奇一直都是地球有难了预言的策略负责人 西奇很担心 因为这次的行动造成了过多的英雄死亡 导致英雄不足的情况 泽金格尔表示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你不认为怪人协会的存在 正是符合地球有难了这句话的意思吗 放着他们不管的话 人类迟早都会灭亡的嘛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现在正是英雄协会最大的重要关头 只要能挺过这次的事件 那么我们对棘手的预言 诅咒的畏惧也会消失 之后的事情不考虑也没关系 这次的队长是我 你千万不要去试图联系银色疗牙他们 西奇沉默不语 画面一转来到了奇遇的家中 火锅已经烧好了 只见火锅的周边依次是 杰诺斯 库塞诺 邦谷 奇遇 King 邦普 以及吹雪 热腾腾的火锅看起来非常的诱人 看起来肉质是非常的鲜美 毕竟是高级的牛肉 奇遇拿起筷子 众人瞬间也拿起了筷子 只见汤汁飞起 King被打飞 邦谷邦普眼神犀利 很快 根本看不进他们夹菜的动作 一瞬间 所有的肉菜都飞到了空中 大家飞快的在空中夹着 奇遇很是奇怪 为什么你们就理所当然的 开始在其他人家吃起了火锅了呢 白菜不都全没了吗 都给我回去 吹雪真的把自己当老大了 吹雪对着邦普说 先不要替银色獠牙 普通的老人家 有资格加入这个小组吗 如果你也想成为 这个吹雪组的一员的话 那么 就向我证明你的力量吧 杰诺斯听见了 什么 吹雪组 要不首先把你轰眉吧 奇遇阻止了杰诺斯 吹雪看着库塞诺 你叫库塞诺是吧 能给魔鬼改造人做武器 看来你的技术很可以啊 我也可以把你雇佣到 吹雪组的兵器开发部门哦 杰诺斯越来越愤怒了 这个时候邦普问奇遇 我想问问你 关于培养弟子的意见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我家的道场是实力至上主义的 难道这点不对吗 杰诺斯对于邦普 在老师吃饭的时候 说太长的话题 也非常的有意见 就这样 大家其乐融融的 在一起吃火锅 吃完火锅 King还在昏迷当中 望面一转来到了恶狼 恶狼寻找进入怪人协会的路线 大雄爷感知到了入行者 但是不知道是谁 让杂兵去处理下 King醒过来 转眼已经到了天亮 其他人吃完火锅 被奇遇赶出去了 杰诺斯去修理了 King回去的时候 顺便把奇遇的垃圾也丢了 King在回去了路上 遇见了英雄协会的人 英雄协会的人 因为无法联络King 正在寻找着King 找到King后 一马把King带到了英雄协会 那里金现在正是焦头烂额 自己派出去的部队 已经一晚上没有了消息 难道我万里挑一的武装私人部队 就这样轻易的被干掉了吗 如果让英雄协会去的话 难道不也会变成这样的结果吗 这个时候泽金格尔来了 那里金跟泽金格尔说了 自己的精锐部队可能被干掉了 泽金格尔说 没问题的 我应该已经说过了 绝对会救出您的儿子 请您相信英雄协会 那里金现在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那里金说着 要是能看到瓦钢麻安然无恙的话 我的全部资产给英雄协会都没有关系 此时SG英雄各个登场 说着非常漂亮的台词 闪光的弗莱士 黑光 龙卷 原子武士 僵尸男 性感囚犯 童帝 诸神 等到King跟预备成员到齐了以后 将在正午突入 救出少年 摧毁怪人协会 泽金格尔开始召开小型会议 童帝说 因为确认到了很多侵入口 所以大家各自分散 同时突入 接下来我会说明路线分配 黑光表示 我们好不容易聚在一起 为什么还要分开战斗 童帝说道 这对怪人那边也是一样 聚在一起 全灭 更危险 为了能掌握相互之间的位置 要带上这个发行器 考虑到人质的状态 尽量进行短期的战斗 首先 只要有一个人找到人质 就行了 如果地下有怪人逃出 就让预备成员 在地面上待命 消灭他们 龙卷问泽金格尔 是不是把吹雪 也加入了预备成员 泽金格尔回答 是的 龙卷很是生气 不行 不能让我的妹妹 做这种危险的事情 她要是被卷入 进怪人协会的战斗 我饶不了你 有我在就够了 明白了吗 回答呢 泽金格尔表示 会打电话 回绝吹雪 画面一转 切割王来到了 关押鼻涕熊 跟瓦钢马的牢房 早上好 有在乖乖的当好孩子吗 我来接你们了 鼻涕熊一个人出来 走了 瓦钢马以为 要放了鼻涕熊 很是愤怒的大叫着 为什么就解放这个家伙 太狡猾了 我也要出去 切割王表示 解放 不对不对 是要去我的房间 让他变成我的游戏对象 瓦钢马一听 对着鼻涕熊说 你快去吧 他是这么说呢 鼻涕熊大叫着 救命 英雄 英雄快来救救我 切割王说 那个虽然有些难以启使 英雄谁会想要救的 只有那边那个孩子 没有人知道你在这边 英雄也绝对不会来救你 说着 刀刃放在了鼻涕熊的脖子上 此时有怪人已经发现 大拥眼派出去的杂鱼怪人 已经被解决了 切割王把鼻涕熊带到房间 刀刃无情地在鼻涕熊的脸上画着 鼻涕熊大叫着 谁来救救我 切割王对这种战争没有兴趣 就算怪人主宰新世界没有实现 只要能解放这项切割的冲动 就行了 虐杀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紧接着 切割王打算切割鼻涕熊的舌头 此时鼻涕熊的脸上 已经有了切割伤 只见刀刃 伸入鼻涕熊的嘴里 鼻涕熊大叫着 救救我 只见墙壁被打破 恶狼冲了进来 切割王发现了恶狼 紧接着切割王一刀狠狠地 对着恶狼挥去 恶狼空手直接扯断刀刃 一拳重重地打在了切割王的脸上 切割王的头被打飞 恶狼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招式 是流水岩碎拳吗 只见手摆出了龙爪的形状 切割王的身体被切成粉碎 鼻涕熊大哭地叫着 大叔 恶狼说道 好了 走吧 臭小鬼 恶狼的腹部正在流血 从切割王射起碎片上 扯下奔带 处理了一下 踢开监狱的门 准备带着小鬼逃离 鼻涕熊说 大叔 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 恶狼说 因为我是怪人 紧接着几个杂鱼 看到了英雄狩猎 瞬间被恶狼解决 恶狼随即拿起怪人的尸体 吃了下去 鼻涕熊有些惊愕 大叔 会吃坏肚子的 只要能变成我的血肉 不管什么都行 这之后顾不了那么多了 目标复仇已经完成了 我已经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了 要赶紧出去 要跟着我的话 就闭上嘴 跟上 现在的恶狼浑身是伤 鼻涕熊劝说恶狼躲起来 休息一会儿 恶狼表示 现在我们的位置 应该已经被发现了 他们有这种能力的怪人 要是停下来的话 刺客会接连不断上门的 不过所幸 那些家伙有事要做 不会为了追我全员出动 只要遇到了敌人 全部打倒就行了 鼻涕熊停下脚步 说道 其实还有一个人质 年纪跟我差不多 恶狼说 关我屁事 鼻涕熊大叫着 求你去救救他吧 恶狼表示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我可不是为了救你 才来到这里 恶狼回头 只见一只庞大的怪人 就在鼻涕熊的身后 这个怪人 就是上一话 毒尼水母诉说当中 出现的龙脊怪人 恶狼神情凝重 让鼻涕熊到自己的身后 心跳加速 皮肤发麻 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 这家伙很强 无论如何都要避免 在这里发生冲突 恶狼表示 走 安静点 不要刺激他 走 不要用跑的 要慢慢的 注意不要刺激他 恶狼跟鼻涕熊 慢慢走远了 龙脊怪人没有追上来 恶狼松了一口气 前方又出现了几只怪人 三只灾害等级鬼的怪人 质问恶狼 可以认为 你最后还是站在了人类那边吗 一只怪人 拥有全世界最硬的触角 谁都折不断的 一角 一只怪人 可以将储存在体内的水 随行所欲的喷发 喷发出来的可以是开水 硫酸 碾液的花椒头 还有一位超级老鼠 拥有强大的再生能力跟肌肉 这些鬼脊怪人 都被恶狼一招秒杀 怪人联合的一招被恶狼躲过 但是没有想到 直接打到了刚刚龙脊怪人 波齐的身上 波齐是日本人对狗的称呼 波齐口中一发巨大的激光炮 攻击了过来 恶狼带着鼻地雄全力逃跑 鬼脊怪人被波齐的激光炮 全部干掉 波齐的一击威力非常的巨大 搞得奇遇的家都很震动 奇遇还以为是地震了呢 只见怪人协会内部的墙壁 尽数崩塌 恶狼带着鼻地雄 打破墙壁逃离 恶狼极力救出鼻地雄 看着波齐对着鼻地雄大声的说 还站着干嘛 叫你赶紧跑 现在开始分头跑 鼻地雄颤抖的说 不可能 我一个人是不可能逃得掉的 恶狼表示 所以就怎样 跟我可没关系 有你拖后腿可是会连累到我的 你的小命是难得的运气好才获救的 接下来你自己看着办吧 鼻地雄大哭着逃走了 波齐注意到了鼻地雄逃跑的方向 紧接着 波齐的嘴中一发巨大的激光炮 准备对着鼻地雄发射 再看哪儿呢 恶狼全力地对着波齐的脚攻击 竖发连打 波齐注意到了恶狼 一发激光炮对着恶狼发射 恶狼惊愕 好劲 死 恶狼脑中只有这一个字 激光炮击中了恶狼 这下要死了 好想喝可乐 虽然说想和怪物般的英雄战斗 但是我没有说要和怪物战斗 没救了 就是因为一个丑八怪 可恶 竟然在这种地方 我的路才走了一半 要完蛋了 怪人协会有很多层 只见波齐的一击 十层 不 几十层的楼板被打穿 巨大的窟窿下面 正是受到攻击的恶狼 波齐缓慢地走着 看向窟窿 恶狼已经浑身是血 衣服已经破烂不堪 但是恶狼居然还站在那里 正面近距离吃下龙极怪人的一击 居然还站着 恶狼鲜血直流 波齐看着恶狼还站着 嘴中竖发激光炮朝着恶狼发射 破坏力相当的惊人 数发激光炮在怪人协会疯狂地爆炸 恶狼迅速跃起躲避 波齐一边迅速移动 一边攻击 只见波齐攻击的地方 已经是一片湖海 惨不忍睹 根本找不到了恶狼的身影 因为波齐的攻击 整个Z式地动山摇 房子尽数崩塌 猛烈的攻击过后 波齐正在寻找恶狼 恶狼一只手掉在天花板上 看着下面的波齐 别太得意了 你这只死狗 恶狼跃下准备发动攻击 波齐已经注意到了恶狼 恶狼大叫着 坐下 一拳重重地打在了波齐的头上 只见波齐被打趴下 地面快速裂开 下一秒 波齐起身 抖动身体 像是要甩掉身上的石子 恶狼又先绝望 全力的一击 对他也没有用嘛 波齐咬住恶狼的脚 重重地把恶狼摔在了地上 对着恶狼超近距离 又是一发激光炮 楼层被直接轰穿 地动山摇 其余在家中看个漫画 感觉很是不好 恶狼又正面吃了一发激光炮 被打到相当底层了嘛 可恶 必须马上回去 动不了 无数块的石头压着恶狼 恶狼掉落的地方 正是大胸眼所在的地方 大胸眼说 还以为是什么从上面掉下来了呢 太棒了 太感动了 不出所料 你回应了我的期待 果然还活着 太高兴了 恶狼身上的石头被移开 很显然是大胸眼的能力 恐怕大胸眼跟龙卷 是同类型的能力 恶狼艰难地站起来 大胸眼 你竟敢让手下袭击我 拜你所赐 事情现在变得这么棘手 大胸眼发动能力 恶狼直接动弹不得 大胸眼说 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恶狼挣扎着 现在马上把这个束缚给我解开 灾害等级龙 大胸眼说 稍微 疗活吧 画面一转 奇遇刷好牙 穿上英雄服准备出门 只见贼士 已经破烂不堪 大胸眼说着 你现在还只能算是半只怪人 虽然还没有成为完全的怪人 但是竟然能够承受住波齐的焦热弹 你肉体的强度 真是前途无量 但是只是这样的话还不够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可以把你培养成最强的怪人 恶狼疑惑 竟然说要培养我 难道是要教学我念力的使用方法吗 大胸眼解释 我教你的不是超能力 也不是武术 是怪人化的秘诀 让你作为怪人的深度 可以加速 简单来说 就是多次作为人类死亡 给肉体与精神带来超越常规的复核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这实际上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因为很快就会死掉 而且就算坚持下来 也因为智能低下 而停止成长 最终也只是繁荣的怪物的现象 也很常见 要体会适合个人等级的地域 最为重要 我用人类跟怪人 已经尝试了无数次 虽然可以让人类 能够简单的怪人化 利用怪人细胞 但是那个只会依照个体 原本拥有的才能进行变化 无法期待进一步的成长 我无论如何都想知道 能够打破那成长界限的方法 让怪人吃怪人 把血液细胞移植 让他们交配 让他们感受不同种类的疼痛 增加他们的愤怒或者仇恨 我把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发现只要能克服死亡 就能向上更进一步 反复进行的话 就可以得到爆发性的成长 目前为止 虽然有几只成长得挺强了 但是基本上都在达到了级别龙级 就很可惜的死亡了 在失败座的小山堆积起来的过程当中 有了第一个成功作品 那就是怪人王 大蛇大人 只见当初选择大蛇大人的时候 居然是一位非常年轻漂亮的女子 这个人究竟是谁 大雄眼对着恶狼说道 你有超越大蛇大人的素质 通过跟切割望一战 你又越过了新的墙壁 你的怪人化 正在谨慎顺利地进行着 已经变得非常强大了 只要听从我的育成计划 恶狼金可以变得像大蛇大人 不对 甚至可能变得比他更强大的怪人 跟我联手吧 成为最强的怪人 跟我一起 把英雄 从这个世界上抹消吧 我会实现你的愿望的 恶狼并不领清 真是多管闲事 从今往后 别再跟我扯上关系了 大蛇眼严肃地说 从被我盯上开始 你就已经没有选择的权利了 恶狼想要动 还是动弹不得 这就是大蛇眼的超能力 连超能力界被称为魔女姐妹的龙卷跟吹雪 都超越了神之领域 只见地板上出现了许多大蛇眼的眼睛 恶狼慢慢地抬起了一只手 大蛇眼惊愕 什么 你为什么能动 恶狼表示 谁知道 这就是所谓的气势吗 大蛇眼思考 他的适应能力非比寻常 看来要给他带上项圈 并不会太简单 让我用疼痛来调教你吧 瞬间 大蛇眼操控石头 狠狠地向着恶狼砸去 恶狼被石头重重地砸重 但是下一秒 恶狼竖发连击 直接把石头打碎 你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能力 这就是怪人协会的参谋 真让人吃惊啊 让物体浮空的瞬间 就解开了束缚 你一次只能使用能力 做出一种动作啊 所以我能够瞬间做出防御 超能力真是一点都不可怕 恶狼跃起到一个石头上 平庸的怪人是你才对 我这样的天才 竟然要被你这种货色培养 真是太可笑了 掉下来的地方 正巧遇见的是你 真是太好了 只要把怪人协会的大脑打爆 剩下的自己就会瓦解吧 开始狩猎了 大蛇眼说 这之后明明英雄们就要来了 可别让我太累 我也想尽可能保存实力 所以 大蛇大人 请开始吧 地动山摇 恶狼很是吃惊 只见地底冒出树根尖刺 居然是一只大手 直接抓住恶狼 拖进了地底下 恶狼被大蛇的手 抓得口吐鲜血 大蛇眼说 大蛇大人 这家伙还能用 所以请不要杀了他 大蛇放开手 恶狼就这样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大蛇眼从一旁走过来 还能站起来 你到底是哪来的这个执念 虽然怎么样都无所谓了 恶狼双手重重地敲打在了地面上 借助反作用力 站了起来 正面面对 怪人王 大蛇 怪人王头部的触角伸长 不断地对恶狼进行攻击 恶狼不断地躲避 但是一发出手 直接洞穿恶狼的腹部 直接把恶狼 打飞到了墙壁上 头上的脚 正是大蛇大人 从人类变成怪人的时候 最初被发现的部位 柔软 沉重 而且高速 可以伸得很长 而且可以自由控制 很棘手吧 在一旁的大终烟解释到 恶狼的腹部已经被开了一个洞 但是 这个时候 恶狼居然还是站了起来 没有问题 我的身体可是刚才就被开过一个洞 大蛇头上的触角全部触动 恶狼疯狂地抵挡 怪人协会的底层被不断地破坏 围观的怪人被尽数杀死 恶狼不断地逃跑 大蛇的触角不断地追 恶狼的速度越来越快 大蛇的触角仿佛已经追不上恶狼 恶狼想着 只是一味的闪躲 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只要能够靠近 就是我的地盘了 如果原本就是人类的话 那么弱点的位置应该也是一样的 看我打爆你这个巨大的靶子 恶狼立刻出现在了大蛇的脑袋面前 下一秒 大蛇的嘴变得无比的巨大 恶狼惊恐 赶紧撤队 只见大蛇巨大的嘴闭上 大蛇仿佛变化了形态 无数颗头颅从身体上伸展 仿佛像是恐龙一般的形态 往大蛇巨大的嘴中 一发超大的激光炮发射 不对 不仅仅是当中那个巨大的嘴 无数颗头颅都同时发射了激光 对着恶狼攻去 瞬间怪人协会 掩武四起 这是大蛇的超高温攻击 正面打中了恶狼 大蛇对着掩武中救湿一拳 掩武消散 拳头的尽头 正是恶狼抵挡住了大蛇的正面一击 但是 仅仅僵持了数秒 恶狼被打飞 大拥眼看着 作为究极生物而完成的大蛇大人 和现在的你 相差太多了 放弃吧 恶狼从废膝中站了起来 恶狼已经浑身是血 别搞笑了 我可是天才 所以不会被同样的攻击打到无数次的 所以 现在要开始逆转了 你就看着吧 这家伙的确很强大 但是也仅仅只有力量而已 他还缺少能够被称为怪人王的东西 就是完全不恐怖 不足以让人感到畏惧 我会让你们体会真正的恐惧的 恶狼深呼吸 摆出架势 什么 王大蛇居然学去了恶狼的动作 摆出了同样的架势 大熊也说 你认为只有你是天才吗 你的动作或者招式 只要看一眼就能复制出来 看来你让大蛇大人有了成长 依你所愿 会给你恐怖的 恶狼很是愤怒 越骑对着大蛇攻去 大蛇无数条头 朝着恶狼攻击 下一秒 恶狼被无情地打进了墙壁中 对打败英雄的执着 对怪人的强烈憧憬 然而却看不到怪人的冲动或者欲望 你无法完全舍弃人类的身份 越是纯粹的家伙 越是纠结自身的矛盾 很容易在内心产生空隙 会花时间给你洗脑的 王牌越多越好 毕竟说不定英雄协会手里 也藏着S级以上的王牌呢 大蛇也想着 画面一转 奇雨出门寻找震动的源头 英雄协会这边也在紧张地进行 用人工卫星确认了怪人的数量 单单探测到的就有500个以上了 也就是说每个人至少要干掉60个以上的怪人 这个数量对大家来说没问题吧 悬念是在于对方干部的实力 前几天出现的无工长老 确认了也属于怪人协会 预想他们麾下还有另外几只鬼 或者龙脊以上的怪人 比较妥当 同地在阐述着 各个英雄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龙卷表示 我会干掉最终BOSS 其他的杂鱼就交给你们了 正当S级英雄都在讨论的时候 甜心假面出现了 我说你们怎么都不在等候事 丢下这次的行动成员 在这里展开秘密会议 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样 同地解释道 让甜心假面在地上待机 这次突入的小组分成 地上支援小组跟地下突击小组 突击小组的成员 就是这些S级的英雄 希望能够让甜心假面先生 担任支援小组的队长 原子武士炒粉道 深入攻击就交给我们 那些不成气候的怪人 就交给你们处置了 不过我会带着我的徒弟一起去的 甜心假面表示不行 我也要参加突击 龙卷说 不挑明了说就不明白了吗 你的级别跟不上这场战斗 不构成战力 甜心假面无视龙卷 同地你好像没有明白 要发挥我的指挥力的话 S级的你们都应该听我的拆遣才是 江世南深吸一口烟 要我们听你的拆遣 玩笑的话用你的名字来开开就够了 你想要的是功劳吧 我那部分你拿去好了 听同地指挥吧 马上就要跟怪人战斗了 不是互相扯后嘴的时候 战斗之前不要喷香水好不好 甜心假面说 江世南为什么你是不死之身 真是毛骨悚然 你该不会是怪人吧 虽然S级的席位是根据战斗力来评价的 然而你们真实身份非常的可疑 真的可以当做同伴吗 S级的愚蠢行为也数不胜数 并没有看出你们作为英雄 竭尽所能的样子 你们实际要服从管理和命令 才是英雄该有的样子 听从我的指示吧 我会更加合理的拆遣你们 闪光的弗莱士有些愤怒 要不是是用实力让我们来听从你的指示吧 如果你做得到的话 甜心假面清金爆起 你以为我做不到吗 甜心假面 弗莱士 杀气外露 正当争吵的时候 King来了 手下立马对King吹牛了一番 King大人 昨晚一直都在Z市 敌方的据点战斗 衣服上的都是血迹 只有正面被见到 但是敌人太多了 消耗了太多的体力 暂时撤退的时候 我们找到了他 请求King一起来英雄协会 甜心假面有些惊恶 什么 独自一个人一直在战斗 甜心假面表示 看在King的面子上 我就做出让步吧 但是我要参加突击部队这一点 绝不让步 同地队的King说 King 就算你再怎么强大 独自一人去也太危险了 驱动骑士跟King 都独自去调查了鬼城 驱动骑士到现在已经音信全无了 不知道那里面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威胁 现在开始 大家合理作战吧 King目如死灰的答应了 泽金格尔召集的支援部队也到了 一共有15位 支援部队的任务 主要是驱除逃出来的残党 确保撤退的路径 还有保护小孩子 S级攻入敌阵 救出人质以后 你们继续送人质 安全回到总部 这是第一任务 这时候 银色獠牙也来了 西齐接待银色獠牙 西齐想着 虽然银色獠牙跟King 一起击败了乌公长老 但是为什么 接触二郎以后 眼睁睁的 让他逃走了呢 难道真的是因为怪人搅局吗 邦谷说 你想说老夫故意放走恶狼吗 西齐表示抱歉 却给邦谷准备了新的通信设备 邦谷调侃道 因为手下留情 没能收拾掉恶狼 暴露了吗 邦谷表示 自己并没有手下留情 这个时候 King来到了邦谷这里 邦谷疑 King怎么在这里 King表示 S级召集 自己被带了过来 邦谷说 我怎么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呢 我们不是吃过 同一份火锅的伙伴吗 说来听听 其他S级英雄现在正在等待着King 讨论着刚刚King出场的时候 帝王隐形 还真是响呢 King跟邦谷说了 要袭击怪人协会的老巢 邦谷说 小孩子被抓住当人质了 看来老夫跟杰诺斯 还真是没有被信任啊 怪人协会的根据地 就在幽灵都市贼市 奇遇知道吗 King说 估计不知道 知道的话 估计一个人就去了 King严肃地说 马上作战小组 就要前往贼市 每个人分配了一条路线 我也是 我有一个请求 或许违反了规定 能不能请你们 带着秃头披风侠 跟魔鬼改造人 偷偷从我的路线 一起突袭 邦谷说 明白了 恶狼也在那里吧 老夫为了担起老夫的责任 我也一起前往吧 King说 明白了 在奇遇家集合吧 我先走了 King想着 终于得救了 总算输了一口气 King回到大部队以后 帝王隐形也不响了 估计是输了一口气的原因吧 S级英雄突入部队 15名支援部队 出发 目标怪人协会本部 目的 救出人质 瓦钢麻 重伤的恶狼 又跟王大蛇战斗 王大蛇的能力 也初步展现 究竟谁 又会是王大蛇的对手呢 S级英雄终于突入 又会给我们 带来怎样的精彩对决呢 King又一次在S级的面前 树立了威望 是幸运 还是不幸呢 我是羽翼 一拳超人的剧情 我们下期 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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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